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今天是12月5号礼拜一 今天的盘式周一效益 很多会认为说 今天的盘式开高 然后后面有一些卖压 最后只以上涨10点作收 老师是不是空方盘式 那我跟你讲 如果你会选股 甚至你会选产业的话 你今天应该是可以挑到一些 逆势甚至是创高的股票 其中一个族群 写在我们的测标叫做伺服器 那伺服器来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档股票 今天12月5号 你会认为今天的盘式是有压的 相反的 我们手上其中一档股票 伺服器散热 其红 今天涨停板 先恭喜一下会员 也恭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族群 甚至是这档股票 前面我们在电视就有直接介绍 当初我们是仔细跟你分析 我说很多人会认为说2022年是空头年 这句话没有错 对一半 但是对于有一些产业而言 你会发现2022年完全没有衰退 这几个月我是不是都跟你研究 我说伺服器这个族群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委屈 怎么个委屈法 来 这个是两张图表 我们首先先来看 你会认为说2022年 应该很多产业都呈现衰退 那我们先看一下单位 30 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 叫做ZB 那大部分投资人 因为我们可以说是个体户 我们是自然人 很少听过ZB这个单位 大家现在比较常听过的应该是TB 因为可能我们买一台个人的PC 大概我们的硬碟就是1TB 那ZB是什么 它是10的9次方TB 叫做ZB 简单讲了 今天我们买一台个人的电脑 我们发现我们的容量是1TB 觉得还不错 对不对 全球目前在云端 资料的用量 储存的单位要到ZB 是简单讲 10的9次方是10亿 10亿台你的个人电脑 未来是以这个单位来计算 2022年来 我们仔细来看 请问它有没有衰退 是30ZB 没有衰退 而且跟2021年比较起来 翻倍成长 到2023年 从55ZB 从30到55 是不是也将近翻倍 后面2024年 从92 从55到92 到2025年 从92到157 基本上 都是一倍的成长幅度 在哪里 在云端高效能运算这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 老师 那我们伺服器相关概念股 究竟应该选什么个股 来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 来 2023年云端资料中心的需求 会在哪里 来导播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今年的上半年 投资人你可能会听到说 有一些伺服器的白牌商 好像进行裁员 那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那是比较不懂的分析 才会去单纯的这么看 说看报纸裁员 所以这个族群 这个景气一定不好 正好相反 我有跟你讲 伺服器的成长 未来在哪里 在云端资料中心 你今天看节目 你要先把这件事情记清楚 记清楚了之后 你才知道你的方向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不是跟你说 来 放远一点 我今天不是跟你讲说 我们今天来找一档股票 今天12月5号 12月初 然后来跟你研究说 哪一档股票 11月的营收很好 也许你心中会有存疑吗 你说老师 11月归11月 你今天投资股票 你看的是未来 所以有没有一些产业 是未来连续三到五年 都是倍数成长的 那我们已经跟你讲了 伺服器这个产业 你千万不要忘记 所以今天12月5号 来 3017的旗红涨停板 你会不会意外 你不会意外 那当初我们在跟你讲 旗红的时候 是前面有一档股票 那档股票我觉得 主力也蛮有趣的 你还记不记得 你把重点 你把焦点放在伺服器 不只是说原本做 资料运算中心的 甚至连周边的散热 连机壳都会上涨 当初我有跟你讲一档股票 11月9号 9点49分 当初我们买进3693 做伺服器机壳的银帮 结果我们一买进 我说我们当初是现买现涨停 那这档股票我跟你说 它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那个时候 过两天就是双11了 这张图是11月9号 TIC图11月9号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 双11会不会有一些庆祝行情 结果这一档的主力 还有闲情意志 跟我们玩这个游戏 锁涨停 量能是11111张 好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 当然不是讲这档股票 因为当初我跟你讲这档股票 也许你会说 哎哟 老师我不敢买 因为当初这一档股票 来 新高咯 近十年来的新高了 84块钱 好 这档股票 投资人也许 你会说创高的股票 你不敢买 所以我们在节目上 好 我说来我们服务大众 11月底的时候 伺服器散热 你要注意 今天我跟你讲的股票 从3693的银帮 来 我们一路看 你说今年2022年 好像很多的公司 营收都呈现衰退 结果我跟你讲伺服器 因为未来 他们要往云端发展 所以毛利一定是可以 再往上提升的 我们来看有没有 首先营收 你说衰退 它今年10月的营收 和去年同期比成长88% 前面我有讲过 我说基本上 只要伺服器 就算是做白牌的 只要它切入的产业 切入的公司 有20%的成长 基本上下游 应该就是50%以上起跳 我们的分析 跟数字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致的 另外3017的奇虹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它的毛利 你说哎哟老师 今年是2022年 这一年的股价走势 可以写入历史教科书 那你又听过市场上面 一大堆的分析 跟你讲说什么 未来通膨 升息 结果你自己看 有没有影响到 这一档股票 它的毛利 第三季是20% 过去呢 去年的第一季 去年的第四季 不好意思 今年第一季18% 去年的第四季18% 过去它的毛利率 是在15%到18% 今年往上跳升来到20% 那今天一档股票 营收增加 毛利增加 然后结果这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 它从今年的年初 没有跌很凶 进入震荡 本来应该正成长 后面偏向于小小的修正 请问这档股票 它是不是委屈了 绝对是 你要站在哪一个方向 才是对的 站在买方嘛 来 这张图卡 当初我们公开的时间点 是11月23 那11月23 距离今天12月5号 也有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 准备了一支VCR 来 导播请 我的测标写散热 来 偏偏我们没有双红 像今天我们看到 新闻报章杂志 斗大的标题跟你讲 跟你讲双红 那我就知道 今天3324的双红 可能是要走一个怎么样 3324的双红 今天可能会走休息 为什么 因为报纸利多都出来了 难道我是阻力 我今天我也刻意不拉 这是阻力的惯性 但是相反的话 我们今天偷笑 相反的另外一档 刚好我们今天手上的是 3017的奇红 来 3017的奇红 我们买进的时间点是昨天 11月22号 那我们的讯息在这个地方 107或者是直接试价 因为我们挂价的时候 试价就是107 所以你要说试价买 也是买在107 挂价也是在107 买进3017的奇红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因为刚刚我们花一点时间讨论说 你要聚焦在哪一个族群 好 谈到这个阶段 也许大部分的投资人还是说 老师好 族群没有问题了 那实物的操作呢 总不希望我讲空话吧 这张图刚刚你看过VCR了 我说我们已经人质意境了 11月22号买 然后我们11月23号公开 可以了啦 当初我买这档股票 先帮我们记得价格 3017的奇红买在107元 而且刚刚我们的VCR 我是不是跟你讲 两档股票嘛 进入到实物操作的部分 到11月12月你会发现 甚至到明年后年 你会发现很多的公司 突然都跳出来举手 跟你说 有 我们也有切入伺服器产业 那伺服器产业 本来就是一个大族群嘛 可是我刚刚的VCR怎么讲的 我说如果你就筹码 如果你就控盘者的角度 你会发现 通常你在新闻消息面 找不到的 基本上那个才是好股票 当然3324你说 可是老师我买的是双红 也是赚钱啊 对 他也是赚钱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 实物的操作的部分 今天我跟你讲散热 假设你是会员 好 你的资金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无上限的跟你说 只要是伺服器你全买 只要是散热你全买 你也不可能这么操作吧 持股精简 挑一档 请问就筹码 我们是挑新闻报纸 在这个地方大肆宣扬的双红 还是跟你说 好像没有什么新闻 但是我们看筹码这个部分 例如我们的一些筹码指标 告诉我们 现在是进货 那这个AD筹码进出货线 跟CV主力指标 今天我们在节目就不多谈 相信你长期看我们的节目 应该知道这些特殊指标 你在别的地方也看不到 它是用来抓现在的主力 到底是买超还是卖超的 在进货 而且是低档 前面刚刚我不是讲了吗 当初11月我跟你讲 11月9号 我说来3693的银帮 是一档好股票 当初股价还在六字头 银帮3693这档股票 政治我也可以跟你讲 它可以用来辟谣 什么叫辟谣 2022年 是空头年 这档股票如果你从今年年初报到现在 基本上你的账上损益是翻倍的 你的获利是翻倍的 这个族群有没有帮你辟谣 好 创高的股票你不想谈 来 所以我跟你讲买股票 我们当然还是从低档发动的股票跟你买起 还没有发动跟你讲才有意思 11月22 107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来 3017的齐鸿 再看一次 今天过高 他不能说过历史新高了 因为如果你稍微翻一下 齐鸿历史的新高 史上最高点在什么价位 在127.5 结果今天拉涨停拉到127 你说那他为什么不过高 没办法 今天拉到最高就是127了 他没办法今天直接过历史新高 明天呢 明天只要再推两个TIC就上去了 好 主力什么心态 主力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主力知道自己的产业 未来三年都是成长 2022年甚至没有衰退 股价是相当的委屈 只要盘势稍微一直稳 就算今天只上涨10点 股价也都给你创新高 所以我们怎么选 不是带你乱买一大堆 说双红我们也有 齐鸿我们也有 而是我们用一些筹码的指标 从产业 然后挑出最强的股票 这个产业 3017的齐鸿 不是这样子就结束了 我有跟你说过 以我们台湾的相关族群来讲 这个只是刚开始 伺服器散热 还算是周边 族群搞定了 接下来我说我们继续进行到食物的部分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族群 前面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今天只涨10点 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风吹草动 好像听人家讲说什么 因为这个礼拜周末如果你做期货的话 你会发现夜盘是不是先直接溜滑梯下去 后面再收回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业状况很好 就业状况很好 其实不代表就说未来一定会强势升息 只是比较怎么样 会放心的进行升息的动作 不是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会说 我看不好 我很不希望我们的失业率是攀升的 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 只是良好的就业率 我或许可以考虑稍微应派一点 前因后果是这样 那总体经济的部分 我们在节目上不会多谈 我们会进入到食物操作的部分 来今天大盘你看到执掌10点 那曾经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有一个族群 每当盘是通常表现得普普的时候 不要说好或差 而是盘年的时候 像今天你会认为就一个盘年 有一个族群通常都会 像乔乔板一样逆势上来 一样放在我们的测标 叫做绿能 那绿能这段期间你会发现说 我们着重在一些特别的族群 不是跟你说选择什么太阳能面板 这一段不是拉这个族群 来 这一段我们是这样子讲的 我说在选举之后 是不是有两样民生物品要涨了 其中一个就是新车涨价 所以汽车电子零组件 也是一个大族群 我们后面有机会在谈 另外一个 我们当初讲是在报纸之前 因为刘德英是台积电的董事长 刘德英讲话你要听了吧 我讲话或许你不想听 我说刘德英这份报纸 他讲这句话是在选举完之后 但是当初相关的族群我跟你讲 我是讲在选举之前 希望你没有忘记这张图 当初我跟你讲1513中心店 这一档股票的时间点 我是在选举之前我就跟你讲 我预估选举完之后他不会演了 第一个我们以基本面来看 一个正成长的公司 他本益比12倍本来就是低估 另外我是不是跟你讲选举完之后 要开始涨电价 这个不要说我身为一个分析师 一般的市井小民大概心中也有底了 因为我们今年大约是5日的时候 只开过一次电价审议委员会 民生用电不涨 涨工业用电大户 那大家心中就算你是一般的台湾民众 你其实都知道 下一次开电价审议委员会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涨民生的用电 而且当初市场这个我们没有证实 小到消息是说民生用电要涨37% 大家应该受不了 但是应该不会一次到位 好那这一张图时间也久远 因为当初我请你布局的时间点 是11月8号 辅助指标我有跟你讲 因为它预备过强弱线 那一个时间点你布局 你会布局大约是在54块钱 好这张图我跟你讲时间久远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第二支VCR 来导播请 大家都认为说它不是绿色吗 它背后的视力不是绿色吗 那这个礼拜他们选输了 哇那今天惨了今天应该是跌了 那我有讲我说正好相反 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基本面是走什么 选举完了我认为会不演的这件事情 应该是后面要开始涨电价了 关心一下目前为止它的基本面 本益比在12倍 1513这一档股票 如果你去稍微研究一下 你会发现长期来看 它的营收是呈现正成长的 那未来我们台湾应该会持续增加 智慧电网的部分 所以一间正在不管是营收或者是毛利 或者是整体未来趋势 都在向上的个股 本益比只有12倍会稍稍低估 基本面归基本面 我有跟你讲 我说今天我们会买进一档股票 你可以去看一下重播 今天我们不放 11月8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有跟你讲 11月8号我相信投资人应该就知道 我们11月底要选举了 大部分的人就会去出清这档股票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想其实投资人应该有一个疑问 现在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有一些闲钱的话 应该是会拿去赌四足赛 寻求一点刺激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老师我觉得你今天有买中兴电 虽然我们目前为止大获全胜 54块钱买 我说当初我在节目上公开这档股票 54块钱 到今天它涨停是上个礼拜五的事情 到今天目前为止 账上获利 我讲账上两个字 听得懂了 因为我有跟你讲 这是一档你可以长期投资的个股 1513的中心电 账上获利20% 你说老师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在赌 你是在赌说 未来我们台湾是怎么样 谁选输了 所以店价一定会上涨 好像有一点点在赌的味道 这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吗 首先我先跟你讲目前为止账上获利20% 今天我们研究基本面研究到现在 你可能会说 可是我不知道是今年年底就要涨电价 还是明年年初 今年应该还不会涨 那你可能会讲 当初你是用什么选股方式 才买进这档股票 我有跟你讲 其实基本面当初是我们背后的推估 我们当初会带会员直接敲进 直接买进这档股票 赚它一个大波段 原因在筹码的部分 筹码的部分以及基本面 你又应该怎么选 这个我们留在节目的下半段再讲 我们先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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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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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2981-0909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讲中兴电1513这档股票 重点会放在一件事情 第一个 我说 这个绝对不是赌 而是正确的投资 因为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台电今年的亏损是2000亿 就算明年增资1500亿 一加一减下来还亏500亿 怎么办 我说了不演了是这件事情 不是跟你说因为谁赢了 哪一边赢了 所以中兴电有利多 倒不是 而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而且当初我们在跟你讲 绿能节能相关概念股的时候 你稍微可以去看一下重播 回溯一直往前回溯 当初这一段 我们是8月开始跟你关注 因为当初8月的时候 行政院通过一个法案 是8月核定的 未来10年 那这个地方当然行政院公布的是强化电网的任性计划 但是我们跟你看的是哪一个族群 因为其实像今年的下半年你应该发现了 除了偶尔新闻还会讲一下说什么 南部可能被松鼠咬断个电 这个其实会发生 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是没有缺电的 所以你要注意 来 这段期间是不是有人跟你讲 你看 绿能相关概念股 龙头股是6443的元金 它就没有涨 因为这一段 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 这一段我们台湾是没有缺电 而是未来涨电价之后 比如说我们是工业用电大户 应该会开始斤斤计较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社区 所以要配置什么 配置的是智慧电网 我们就来细看这件事情 还要解决一下我们 这几十年来台湾的问题 就是一直是南电北送 也造成一点族群分裂 这个额外的话我们不谈 来 导播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下 今年8月 行政院核定的5645亿 强化电网任性计划 请问大部分的资金 是配到哪一个工程里面 其中的大约是8成 配在分散工程 配了4379亿 其他的什么强固 防卫工程基本上 分配20% 那分散工程是什么意思 简单讲了 就是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的节点不够 我们智慧电网的站不够 不希望以后永远都是南电北送 既然我们的电力够 但是要涨价怎么样 配置智慧电网的部分 来 我们额外做一张图表 十年智慧电网的商机 其实不在表前 只是因为我们全球的煤炭涨价 所以火力发电成本要增加 但是不是缺电 不在表前的这个部分 也不在表后 在中间的除能设备 所以讲的是哪一档 1513的中心电 可能你会奇怪 行政院核定是8月核定 老师那你为什么 8月的时候不买进中心电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件事情 因为1513的中心电 如果我们8月就买进 基本上四个字叫浪费时间 一波上来又一波下去 为什么我们买在11月8号 因为筹码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主力要开始发动了 所以智慧电网相关概念股 才是下一波的主流 重点是买股票 请你看筹码的部分 节目的最后没办法多讲 前一段我们来跟你讲 资料通讯相关产业 怎么看一档股票要发动了 请看筹码 基本面没有问题了 后面就是主力什么时候发动 它就什么时候转为多方格局 我们帮你准备好一档股票 看你要不要跟着我们的脚步 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正确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接住 口里 谁 僵尸 去哪里 去试试 做什么 吃鸭血 找到着 不然是什么 你说 看牙医 炒大肠 粮食 炒大肠 你问问吗 精力充沛 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都马在站 不议 咖啡 保力达 蛮牛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两性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